美丽湾已经成为第一个破坏者 接着还有黄金度假村 棕榈度假村 纳鲁湾度假村 有亭港等 七八个更大的开发案准备进入 很快的风景就会被人工建筑取代 于是反对美丽湾 并不只是反对一家饭店 而是反对杀鸡取卵式的海岸开发 更是反对毁灭性的破坏自然 以及观光资源的绝对独占 再次进入夜空房 大夕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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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夕飞